我們是春晚台灣省份會場 台灣人看到我春晚 激動力要死啊 大大大 他們就好像那天的那個 小小大大伯 哇,我去做小小小的 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今天是大年初二啊 許多國家已經一同在慶祝農曆新年了 相信日本東京鐵塔 也亮出所謂的中國紅來慶祝新年快樂 紐約帝國大廈 倫敦演啊,也亮起 那像是加拿大總理啊,美國總統 甚至是英國國王等領袖 都舉辦所謂的這個新年參會等活動 來邀請一些海外的華人呢 共襄盛舉 那我們反觀中共自稱的好朋友 什麼塔利班啊 俄國啊 朝鮮啊 這些國家的領導人 有沒有邀請當地的華人 或是去唐人街一同舉辦這種宴會呢 不要說唐人街啦 俄爹國啊 甚至連唐人街都不被允許存在 那你們會看到這個聖彼得堡啊 克里姆林宮亮起所謂的中國紅來祝賀嗎 所以我說啊 中共這個國家是很奇葩的 你越是跟他平起平坐啊 帶他進入這個自由貿易市場玩 他對你越自私 越霸權 越想把你吃掉 你對他越壞 越軍國主義 越流氓 他對你越尊重 越尊敬 越不敢挑釋 那這也跟中共建國跟建黨的邏輯是相同的 你知道我槍桿子跟他硬剛啊 他才看得起你 他才會用談的方式去跟你對等 不是說他跟你談了 就可以無條件的相信他 中共說過 現在的妥協 現在的談判都是為了等到消滅你做的妥協 我現在跟你談妥協的目標是因為我現在實力不足消滅你 所以呢先緩一緩 但我的總目標是消滅你 這個你問國民黨他們最清楚了 而就連我們台灣的明星周杰倫也被迫辱華 我們可以看到周杰倫在今天上午發了一個 看到自己的創意球隊 看到自己設計的創意在球員身上 重點是還贏球啦 看來這個球衣要一直穿著啦 他就簡單發了這樣的一個貼文 結果下面有小粉紅說 是因為中國五星期才這麼有影響力吧 那帶上一句 Happy Chinese New Year 很難嗎 然後就有中國網友也開始噴 問他說能不能不要這麼無腦的愛國啊 又在自我膨脹了 強國 有國才有家 你沒讀過書嗎 什麼叫做無腦 有國才有家 所以各位小粉紅的祖輩都是1949年之後才蹦出來了 因為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才用你們這些家 所以1949年這些人是不存在的 1948年這些人不存在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的時候 這些人就從石頭蹦起來了 那1921年的共產黨哪裡來了 先有家 這些家庭組成在一起 有共同的價值觀 才可以成立國家 這樣的邏輯跟脈絡 你們學會了嗎 我們再來反觀另外一個例子 聖誕節的時候 中共官方與民間一些粉紅啊 說那是文化入侵 不忘八國聯軍 長驚苦支持 那一些學校啊 還禁止了學生過聖誕節對吧 還一堆人跑去悼念茅聖上 而中共領導人或是高級造假的 你也不見他們 在北京舉辦什麼聖誕餐會啊 對吧 與一些在中國的外國人共襄盛舉 你也不見什麼紫禁城啊 或是中國知名的地標 大褲茶嘛 或是什麼上海的 或是上海那一根亮起 這個聖誕節代表的顏色 或是還有住客 啊聖誕節快樂 我是說大地標啊 你不曾見過 所以什麼時候中國能做到這些呢 甚至不在乎龍年 是不是應該叫做Dragon 或是龍 LONG 甚至是Dinosaur的時候呢 我估計那個時候的中國 才是真正走向富強民主的時代 我跟你們說啦 不管你們要叫Dragon 或是Long 你們都比不過日本 日本的龍啊 叫做哥吉拉 絕對都屌打西方的龍也好 或是中國的龍 所以啊 你看海外都亮上了 這個中國紅的住客 結果你們的股市 卻還是綠油油的一片 要知道西方的股市 綠色才是漲 紅色是碟 那在所謂的華人社會呢 毅然反之 所以人家祝你們股市長紅 你們的A股還不爭氣 還搞綠共 還搞綠色恐怖 綠油油的一片 台獨是吧 境外勢力是吧 而你們的趙家人華春瑩 也在推特上發文解出 Dragon Year 什麼龍年啊 什麼舞龍舞獅啊 龍的舞蹈 Dragon Dance 你們是不是應該 請你們的粉紅們 去討罵一下華春瑩呢 華春瑩竟然把中國龍 形容成西方那種 會噴火的 神奇寶貝噴火龍 大逆不道 你們絕對是不敢 因為你們只敢 民間之間的底層批鬥 對吧 那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 這段搞笑的影片 就連最近被小粉紅痛罵的阿根廷啊 他們的地標啊 還有當地的人啊 也都發出了所謂的 中國紅祝賀新年 結果小粉紅因為梅西的事情 罵到了阿根廷整個國家 還跑去微博上的 阿根廷大使館 馬島是英國的領土 支持英國行使主權 打倒阿根廷 OK我們這邊稍微幫一些台灣人科普 什麼叫做馬島 小粉紅說的這個馬島是什麼 事實上小粉紅說的這個馬島是 福克蘭群島 那這個群島曾經被阿根廷 法國西班牙 英國等國家設立據點 那阿根廷呢 說自己在1816年獨立的時候 從西班牙手中取得 這個島的主權 而英國在1833年宣布 我也有這個島的主權 那這兩國拖了100多年 在1982年開戰了 英國跟阿根廷打了 弗蘭克戰爭 阿根廷戰敗 那其主權歸英國 但阿根廷還是在戰敗之後 口還說福克蘭島是我們的 那2013年福克蘭群島上的公民 也進行了公投 99%的公民是支持自己 應該是英國的海外領土 而不是阿根廷的 我們再退一萬步來說 英國那個時候 甚至讓蘇格蘭自己去公投 起碼給你的這個選擇 但是選擇的結果 大家要一起接受 但是呢 不好意思 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的立場 是支持阿根廷的 是支持阿根廷收復這個島的 這個島是阿根廷自古以來 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而在文革時期 中共為了表示對 拉丁美洲等國家的支持 所以呢 將福蘭克群島的中文名 改為了馬爾維納斯群島 所以小粉紅為什麼會說馬島馬島 就是這麼來的 這也跟小粉紅一樣的邏輯啊 不應該叫Dragon 應該叫Long 所以小粉紅 你們是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的立場 對吧 所以記得去天安門前面抗議 去人民日報這個微博上 at抗議一下 中共傷害中華人民的感情 支持阿根廷討要馬島 是赤裸裸的霸權行為 玩火者必自粉 你們支持梅西是吧 而最誇張的還有一堆粉紅啊 把梅西跟日本的731事件 扯在一起 我真的不知道你們這個國家怎麼啦 先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影片吧 刷到一個博主的視頻 看完了才知道 原來在梅西事件上 我們都上當了 隨著事件的發酵 一時間吸引了全球的輿論和關注 原本在外網討論 熱度非常高的哈爾濱731 在外媒的助理下也都在討論梅西事件 他們成功地掩蓋住了731的熱度 有一個朋友他是在 他本身是法國人 他在泰國那邊 他發了微信給我 都說你們是不是現在全國在討論這個事情 我說是的 發射新聞上當了 又他自己經常在網上出發 他說這個731部隊的所有 慶祝男書的圖片啊各種各樣的東西 在網上之前的討論熱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但是隨著梅西事件的發酵 所以現在熱度被淹耳了下來 幾乎消息息 你們沒發現你們自己上當了嗎 我們應該逃出疑論的漩渦 關心討論我們該關注的事情 731消防山母親被家暴的你 我知道非常荒唐 日本731事件都過多久了 現在是2月份 根本還不到7月份要紀念的日子 你們平時也沒有天天在紀念 而這個事情你們竟然說在 外網上 西方的網路上 就是非中國的網路上 被熱烈討論 這些人就是壞啊 騙那些沒有翻牆過的粉紅 騙他們說其實海外的人都在關注這件事情 瘋了吧 一堆小粉紅還說梅西故意就是要讓這些中國人轉移焦點 或讓海外的人轉移焦點 不要討論731事件 莫名其妙 要壓輿論應該也是壓你們湖北救援慢半排 你們中共政府慢了好幾天 讓人家卡在高速公路上5天6天7天的 買票見不到梅西 要求梅西道歉 還去牽扯到無相關的事情 無限延上 結果自己買房買到爛尾樓 還要還銀行貸款 結果沒有人出來道歉賠款 所以小粉紅記得 去幫助那些龐大爛尾樓的業主 那些群體 因為你以後可能自己也會是 他們可都是你們口中的炎黃子孫同胞 最快去打倒破壞你同胞的人吧 我們來看到這張圖 還有小粉紅說 法國在新年開了第一槍 突襲了華為在法國的總部 說華為違反誠信原則 什麼詐欺等行為 那小粉紅都氣詐了 說華為平時我們都不敢罵的東西 你法國竟然敢查 詐欺不到 結果他是用iPhone Pro Max發文 想必應該是個高騎黑低級紅 所以我還是呼籲各位粉紅們 如果你愛國的話應該都抵制華為 你們看這張 梅西既然代言華為 是不是該打倒一下 我真的說梅西是少數願意發表意見 支持這些敏感事件的球星 像是鐵鏈女 胡興宇事件他都發過文表示 而梅西亞也曾經因為中國一個小球迷 買不起球鞋 並主動寄信 還有寄錢給這位小男孩鼓勵他 而且在反港的期間 而梅西亞也私下見了一群弱勢群體的球迷 他只是低調不宣傳 而在小粉紅眼裡 你卻不覺得這個是在關心香港 這個是在關心中國人 而你們卻在意 這個球場上滿滿都是權貴 梅西不跟權貴拍照 梅西不願意在充滿權貴的情況之下踢球 更何況他受傷 小粉紅在意的是這個 所以到底誰才是魯華 包含你們自己誰才是真正的魯華 誰才是真正的不關心中國人呢 我只能說梅西等一些運動球星 本來就不喜歡跟太多的政治人物 有過多的互動 梅西連自己的阿根廷總統都可以不鳥了 更何況是你外國的地方縣市長 地方首長 所以小粉紅要求的永遠不是人人平等 而是希望人人不平等的制度可以前求萬事 誰知道自己會不會哪天出運呢 當上人上人呢 你要知道在很多粉紅的心中 你哪怕今天只要當上了一個小小的局處長 你就祖焚冒清煙了 所以小粉紅最喜歡被人家說你舉禮舉氣的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不相信一定要把我封鎖 新年快樂 下次見 掰掰 我愛上班 上班讓我幾乘抖手 上班讓我財富自由 上班讓我家庭和諧 上班讓我溫暖如春 上班讓我肚子昂揚 上班讓我快速成長 上班讓我生活充實 上班讓我歸屬感滿滿 上班讓我活力感滿滿 上班讓我責任感滿滿 祝大家2024快樂工作愛上上班 節 咖 咖 夢 全